台中高鐵站人來人往 這週末有不少旅客 特別提早一天返鄉 因為那個投票起來回來了 對 你在哪裡工作 在台北 沒有 因為我戶籍不在這 所以我回去討這樣子 因為公投的關係 返鄉投票的人潮多 旅客也哀嚎 票實在好難定 幾天前訂的 兩三個禮拜前就訂 最近車票比較難找 網友也在PTT上發文 說他還沒買車票 要回去教訓民進黨 卻發現高鐵跟台鐵 回台中的票 週五的中午過後 就頂不到了 說這就是民意 綠貢們正在瑟瑟發抖 禮拜五會比較難定 禮拜五大概都會 差兩個班次 假裝你是 可能預計四點要回來的話 大部分都是要等到 大概五六點才能回來 為了輸運公投的返鄉潮 12月17號到19號三天 高鐵加開了 八班的列車 幾乎斑斑秒殺 不排除再增開班次 台鐵的部分 全線多了52班車 幾乎有六成慢 兩點半也不行耶 我現在晚上九點也沒有 平常假日車票就已經夠難買 碰上公投更是一位難求 網友們就開玩笑的說 你開始走路吧 從現在開始走回去 也可以搭民主計程車 或乾脆騎摩托車 衝爆台三線 排除萬難也要 殺回家投票 接著台中綜合報導